這次超強寒流集台 很多地方都創下低溫記錄 氣象稿預報低溫亦都一路下手 不過專家認為 以目前的科技來說 7到10日前頂多只能知道 會有冷空氣報導 要到大約3到5日前 才能夠準確預測溫度 放眼望去雪白入獻 陽明山安部竹子湖24號低溫都創79年記錄 連台北平地都下冰線 而早在18日 日本的民間氣象單位氣象協會 已經在網頁上預測 台北低溫會降到一度四度 還可能會落雪 國外的提早預報亦都引發討論 前氣象稿預報中心主任吳德榮表示 日本氣象協會預報國際天氣 是採用電腦運算 沒有人工校正 這次只是好幸運接近事實 但即使是最先進的歐洲和美國超級電腦 在7到10日前亦都只能夠算出大趨勢 時間越接近才可能越準確 專家認為 這次氣象稿在7日前已經掌握到寒流等級 3日前提供了溫度和降雪預測 已經具有國際水準 確認